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好 那接著下來我們可以很快的把第一 開始 我們可以開始在講第一章 好 那第一章呢 基本上MANQ的第一章 主要是在講一個就是經濟學的 他認為經濟學有10 Principles 有10個非常重要的原則 那這個是MANQ的所謂的這個 經濟學十大基本定義 那教另外一班的這個王道義老師 他就也自己弄了一個 就是鄉民經濟學的十大定理 那各位可以去網路上搜集一下 應該用來把他拿來跟這個MANQ的 這個十大基本經濟學定理對照 應該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好 那在這個Chapter呢 我們要問的問題是什麼呢 我們要問的問題是第一個是 所以經濟學到底是問什麼樣的問題 好 那這個很重要喔 因為一旦你問了一個好問題 你就 你的 你想要解決的事情就怎樣 成功了一半 如果你不懂得怎麼樣問問題 你基本上是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角度很重要 對不對 所以經濟學的角度是什麼 好 那第二個是 人們到底是依據什麼樣子的 這個principle的原理來做決策呢 那第三個是 這人們單獨 就一個人就決定 你今天決定你要不要來 這是你自己單獨做決策 那很多人都會同時決定要來或不來 然後來了之後說如果很多人決定要來 教室就很擠 就很熱 老師就很高興 對不對 但是如果很少人來就剛好反過來 教室很冷老師就很不高興 所以每一個人的決策都會影響到別人 那別人也會在expect 其他人做什麼決策的情況下 我自己該怎麼做 那這個就是人跟人之間決策之間相互的互動 那這個互動是依照什麼原理呢 這也是我們所要看的 好 那最後呢 人跟人之間的基本互動 就比如說你去這個公館買 去隨便市場買菜 或是去公館買午餐 那你是在跟 你是你自己在做決策 但是你也在跟這個大安區這裡的居民 跟商家在做互動 對不對 好的 大安區這裡的居民跟商家 我們所做的決定也是跟台灣的其他地方 或者是跟全世界也都是有關係的 所以這整個經濟體系 整個把它加總起來是怎麼運行的呢 這個也是我們經濟學所要問的問題 對MENQ來講呢 他認為經濟學是什麼 好 那一個最重要的概念呢 就是稀少性 Sochastic 那稀少性指的是什麼呢 指的是 the fact that society has limited resources and therefore cannot produce all the goods and services people wish to have 因為我們手頭上的資源是有限制 可是我們的慾望 我們想要的東西 基本上是無窮 你想要這個北極熊 不要被餓的皮包骨死掉 對不對 你想要氣候不要有這麼大的變遷 可是你也想要什麼 冷氣可以冷一點 然後這你的Notebook的CPU速度 可以快一點對不對 你要這些東西 可是這些東西基本上 目標是相互衝突的 可以用來解決這些東西的資源 也是有限的 所以你就得必須要做出取捨 那做出取捨的原因 就是因為資源是稀少 所以對經濟學來講 我們所要研究的 最重要的核心的問題 就是整個社會如何去處理資源稀少性的問題 包括什麼呢 包括第一個 你以個人來講 個人要如何去選擇 他要花一個禮拜花多少時間工作 那工作下來的錢 工作所得到的收入有多少要存起來 多少要花掉 如果要花的話 要買什麼 要買iPhone 還是要買Samsung 還是要買HTC 對不對 所以對個人來講 可能有這些決策的過程 那對個人來說 他一天就是只有24小時 不是一天有 如果一天有無限多個小時 他不會有這個問題對不對 但是就是因為個人的這個時間是稀少的 然後腦袋的容量也是稀少的 所以他就必須要面對這個稀少性 來做決策 廠商也是一樣 今天廠商手上所有的資金是固定的 然後他就要想是不能夠無限制的去取得他的資金 所以就著他手上這些資金 然後他就要問說我要生產什麼啊 我要賣什麼 今天我這家店是要賣牛丼 還是要賣這個咖哩飯 如果要賣要怎麼賣啊 錢要定價要定價多少 要顧多少人 要買多少機器 是要純手工呢 還是全自動化呢 所以如何生產什麼 如何生產 那這些都是一個 經濟學面臨的 對廠商來講 所面臨的經濟問題 整個社會當然也有這樣的問題 就是說我到底要對人民課多少稅 我的稅的比例是要佔GDP的15%就好呢 還是要像瑞典、挪威可以賺到40%、50%、60% 那收到這麼多錢是要拿去買飛彈呢 還是要拿去木兵呢 還是要拿去給小朋友吃飲養午餐呢 等等 那政府也面臨這些問題 所以不管是個人 不管是廠商 不管是整個社會 都是在稀少性的限制之下 去manage手頭上所有的資源 然後希望可以達到他所要的目的 那這個就是經濟學要問的問題 所以整個源頭都來自於稀少性 那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可以知道就是說 稀少性是經濟學的核心 那因為人們面臨的稀少性 所以他就必須勢必得要做出選擇 那不同的選擇會導致不同的後果 所以對於經濟學家來講 我們要問的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人是想要達到什麼目的 然後接著你就說 所以我要做什麼什麼什麼的選擇 那麼這些選擇所導致的後果 會跟我的目的是相符合的 那當然有的時候會突出 你覺得說我是要跟這個人 我要跟這個女生表白 那我希望預期到的後果是這個 他就會說我也很喜歡你 我們一起試試看這樣子 那結果卻只換來一巴掌 所以有時候這個事與願違 但是理性的人基本上在做決策的時候 他是在一個稀少性的前提之下 然後去想他的目的是什麼 那他該怎麼處理 好 那人們是怎麼做選擇呢 那Decision Making is at the heart of economics 對經濟學家對經濟學來講 人們如何做選擇是經濟學的核心的問題 所以這十大這個基本功裡面 基本理論裡面就有四個是在討論 人們如何做選擇 那包括什麼呢 包括第一個是People face trade-off 人們是面臨取捨 第二個是 The cost of something is what you give up to get it 你要買什麼東西 要得到什麼東西 你所必須要花的成本 就是你為了得到這個東西 所放棄掉的其他的東西 好 那以前的課本可能還會再加一句 就是說是所有放棄掉 同時放棄掉的東西裡面對你來講 最有價值的那一個 OK 那最有價值的那一個就代表你不能夠 double counting 所以你不能夠說我這個選擇了A當男朋友 我的成本就是B加C加D加E加F這樣 不能這樣子喔 除非你是Hermione對不對 對不對 你有這個time turner 又可以嘿 轉一轉 然後這裡 到哪裡 不然的話你只能同一個moment 能夠做的互次的事件裡面 你要挑那個對你來講這個最好的 好 第三個是Rational people think at the margin 那這整個這個句子 那基本上他就說理性的人 是在邊際的這個基礎上去想事情 好 那對於這個一般沒有學過經濟學的人來說呢 想大概沒什麼問題嘛 反正就是想一想這樣 好 那理性是什麼 邊際是什麼 這個是需要一些討論的 好 那待會我們會 我會花一點點時間 來為這個經濟學這個理性的假設 做一些defense OK 好 那最後一個也是很重要 就是people respond to incentive 人們會對誘因結構做出反應 那第一個呢 什麼叫做people face trade-off呢 所有的決策啊 都是一種trade-off 那trade-off中文翻的其實還不錯 翻成什麼 取捨 對不對 好 取捨 取捨 你要取 你就一定得要什麼 捨 所以這是two sides of a coin 好 比如說你今天決定說 我要去這個XX之夜這樣 好 那這個其實也是 這個大一晶圓的一個不算小的困擾 因為我後來就發現 這個所有的XX之夜連起來 大概整個學期幾乎都有活動那樣子 好 那你們就還要什麼一宴二宴 什麼A教 幾練幾教什麼之類的 然後練一練大家就吵架 然後就不來上課或幹嘛 好 那如果你前一天晚上 你去了這個地方做這些事情 好 那麼你前天晚上就不能夠拿來 那個時間就不能夠拿來做別的事嘛 好 不能夠在家裡面打PS3 或者是看什麼藍陵王什麼 好 或者是最不想做的讀經緣教科書這樣子 好 那這幾個因為你不能同時做 所以如果你去了XX之夜你就要去選這幾個裡面 你覺得對你來講價值最高的那個東西 當作你去參加XX之夜的機會成本 是不是 好 那如果你想要 同樣的如果你想要多賺點錢 你想要多買點東西 那你就得要多工作一些 那就得要接五個 本來只接兩個家教 現在可能要接六個家教 好 那家教這些時間就不能夠拿來讀經緣 不能拿來跟同學一起出去玩 或者是不能拿來就待在家裡 那一樣這個都是你所必須要做的取捨 這是從個人的層次來講 那如果你是用整個社會的層次來講呢 比如說你覺得環境保護很重要 所以你就要捐錢給綠色和平組織 或什麼保護環境基金會 對不對 可是你把這錢捐給他們 你就不能夠捐給什麼私親兒 或者是這個家福中心 所以同樣的一筆資源拿來做A 就不能拿來做B 那你如果有無限多的資源 比如說你找到的Bill Gates這樣 那Bill Gates願意就是花很多錢 在這些所有的這個非營利組織上面 但是Bill Gates的錢還是有限的嘛 700個Billion而已嘛 總有花完了一天對不對 那你會說老師那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就請政府來做這個事啊 政府只要這個開動中央銀行裡面的印鈔機 就這樣錢就遠遠不絕 四個小朋友就遠遠不絕地跑出來了嘛 是不是 但他還是有什麼成本 第一個印鈔要成本嘛 第二個撇開這個東西之外 過多的貨幣就會對經濟體系 產生非常不良的影響嘛 所以這也是他的cost OK 所以第一個 人們基本上是非 trade-off 那整個社會其實也非 trade-off 對整個社會來講 面臨的最大的 trade-off 其實就是efficiency跟equity 效率跟公平 每一個社會之所以獨特 都是因為這個社會有獨特的組織 自己資源 分配生產以及分配的方法 比如說大家最常喜歡講的北歐國家 他就是有課很重的稅 但是從搖籃到墳墓都幫你照顧得很好 對不對 那這個有一些國家就是稅很少 然後政府也沒做什麼 那你就認了 因為反正你給他那麼少的錢 然後你還叫他這個也要做那個也要做 那世界上哪有這麼好的事情 OK 但是不管怎麼樣呢 對一個社會來講 當他把他的基本的價值觀 跟他把他的制度類伏下去之後 他就面臨了效率跟公平的考量 而且那什麼是效率呢 這個定義有一點有一點tricky啦 他基本上是getting the most out of sacred resources 在有限的資源底下 你怎麼樣去調配可以得到最大的產出 今天就只給你這個一萬塊 然後跟三個這個學弟妹 你怎麼樣你們四個人加這一萬塊 可以把經濟職業辦得這樣子非常的厲害 那這個就是如果可以把他push到最邊緣 就是已經不能再好了 那就是你已經把這四個人 這一萬塊做出最有效率的利用 OK 好 那什麼是這個equity 公平 那公平就是你依照某一些概念 公平也有很多種概念嘛 就是像我裡面或是財政學的話 就會有所謂的垂直公平 水平公平等等 那一般layman 一般人大概就會覺得就是說 你同樣 雖然你很有錢 然後你的這個工資很高 那我的工資很低 所以你得要這個分一些給我這樣才公平呢 一般人可能是從這個角度來想這個公平的問題 可是到底要給你多少才是公平呢 要從我的身上抽50%的稅 我的工資要50%給你 這樣才叫公平嗎 還是10% 還是40% 那這限要化在哪裡 那這當然也是另外的問題 但是anyway這兩個東西就基本上是一個trade off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要增加公平 那麼你就無可避免的必須要做一個 所得的重分配 把有錢人身上的錢抓一些到窮人身上去 好 那這個會增加這個社會的公平 可是反過來說 如果你做了這件事的話 你也會對那一些有錢人的誘因結構 做出一定程度的扭曲 那你一旦去改變有錢人的誘因結構 那他的反應就可能會不一樣 所以對金學來講 我們看整個問題 基本上要問的就是 效率跟公平的trade off在哪裡 你希望社會更公平 那無可避免的 當你在做所得重分配的時候 你一定得要以 這一個把整個社會的這一個 所可以生產出來的economic pie 把它縮小作為一個代價 那這就是所謂的公平跟效率之間的取捨 好 那大意大概就是說 對於郭台銘來講 他再多工作一個小時 他可能可以賺個100萬對不對 可是他這個小時他可以拿來幹嘛 跟他的兒子玩啊 或是再去哪裡啊 那他為什麼要多做這個小時的工作 因為可以賺100萬嘛 他覺得這個時候這100萬還是比 我這個小時花在這100萬 可以賺這100萬的activity身上 比花在我老婆小孩身上要更重要 說他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當你告訴他說 欸 你多賺了這100萬 全部都要給我的 給政府 因為我們要把他拿去分配 那如果你是郭台銘你會怎麼辦 那這一個時候當然就 我就回家就好了嘛 就shrink OK 那他不能夠去多做這個小時的工作 他的鴻海就少掉某一些部分 就在整個社會所生產出來的所有東西 就會少掉一個部分 好 那這樣子的一個argument 其實是還滿就是會受到很多質疑 因為很多人大概就會覺得說 經濟學家就是每次都講這個 但是好像就是說 對於這個社會的分配 公平正義我們都不關心這樣子 好 那我的回應是這樣 就我們不是不關心這樣子 好 我甚至可以說 但雖然這聽起來有點噁心 就是因為我們太關心了 所以我們要把事情搞清楚 你一定要知道 你做某一個政策的時候 你的所有的成本有多大 你才會 你才能夠知道這個政策做起來是不是合適 那人們大概都有一個傾向是說 我們要去分別人的錢的時候 每個人都講的義正言詞 反正你碰到郭台銘的機率幾乎是零嘛 然後或者是你碰到他的家人的機率幾乎是零嘛 所以他的錢拿來分給所有的人 那說不定我分到一些 就聽起來沒什麼這樣 但是當所得分配掉到你自己頭上的時候 大家的想法就都這樣 不一樣 好 那我過去我大概每年會舉的例子 就是說不然這樣 這個到時候一定會有其中 這門課到時候一定會有其中考 對不對 其中考一定有人成績很好 有人成績不好 好 那成績好的人為什麼成績好呢 你如果成績好的人你會說什麼 我就是我很用努力啊 每天都這個在總圖寫實習寫到12點的樣子 我當然成績好啊 那成績不好的人會說什麼 我運氣不好啊 那一天生病啊 不然就是我必須要去打工啊 你成績好 我剛剛是不是在一開始就講過 社會科學裡面如果有一個定論 如果要說社會科學有一個共識 這共識是什麼 小朋友的成績跟什麼東西的關係最大 家長的教育程度的關係最大 那我當然可以說你為什麼可以考上台大 你為什麼可以在學校成績這麼好 因為你有一個好爸爸 好 他可以以前高中讓你去補習 然後讓你回家請費用 所以你不用洗碗 你可以專心的這個做所有的事情 那這是不是不公平 當然是不公平啊 我很努力啊 我真的好想努力啊 可是我必須要早上7點就到交流道 我要等我的爸爸從離山送來的離子 然後我要拿去市場賣 然後才能來上金援 那我當然被當掉嘛 我講這些都是事實 我們以前有學生就是這樣 真的很辛苦啊 那你呢 早上還有父母親幫你做早餐 開著這個B&W 把你送到學校來 家境這麼好 那你是不是應該要分一點分數 給這些這個窮苦的同學 那要分多少 80分以上的就每一分就拿走0.7分嘛 70分以上到80分的 70到80分就每一分拿走0.4分嘛 那這個叫做什麼 累進稅率 對不對 要不要 好 氣氛有點凌重 好 我每年都這樣問啦 但是我當然是開玩笑的 因為我不會 因為不是開玩笑 就是說讓你去想一想這個問題的本質是什麼 那去年就有人跟我講說 美國有一個老師就很白目 他就真的做了 他就真的做了 因為好像全班同學都跟他argue啦 全班同學跟他argue說 老師講這個是不對的這樣 這好像因為當時可能美國金融海峽過後 大家都覺得就是說 就是因為有錢的人都很壞很貪婪 所以我們要這個一個比較強的重分配 然後老師就生氣了 就說好吧 那我們就這樣做好了這樣 就所有人的分數就來重分配了 結果一考下去 就真的每一個人成績都很低的 因為每一個人都覺得反正我被 我去重分配 等著人家重分配的分數掉到我身上就好了 第一次還有幾個人 第一次段考好像還有幾個人就有在念的 到第二次就均衡就馬上達成了就是 所有人都躺著幹這樣 所以那個pi整個就完全的shrink 那我要強調的 我不是說公平不重要 但是你要問的是以什麼作為代價 always記得 修完領導社經濟學的課 有幾件事一定得要記得 那其中一個就是你always要想一想 這件事的代價是什麼 那bottom line是什麼呢 這個是我們的這個主師爺中的主師爺 我們芝加哥學派的這個主師爺 Milton Friedman 他有一次他就他always這樣講 他說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free lunch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不過這句話好像 我如果沒記錯應該他也是quote另外一個人 即便這個午餐是免費的 這午餐是免費的 至少你還得花什麼 走到那個教室坐下來 拿到那個便當的時間嘛 對不對 那個也是你的機會成本嘛 而且你還得要想一想就是 以後你如果出去社會行走 你就會知道免費的其實怎樣 最貴 OK 我講這好像對你們講太早了 所以免費 所以沒有free lunch 那他對於一個社會的這個 公平跟正義的取捨 在他那個時代因為基本上這個 整個社會重溫費的氛圍還算滿強烈的 所以他就一直想要去fight against the tide 所以他就有提到說他認為 a society that puts equality ahead of freedom 就是你一個社會你把平等 放在經濟自由前面的話呢 到最後你就會end up with neither equality nor freedom 平等也沒有自由也沒有 為什麼 因為整個pi就大幅的縮 那所以從政策的面的角度來看 就是你always是在走鋼索啦 就是說你希望不要讓這個很倒楣的人 就真的一毛錢都拿不到 飯都吃不飽 可是你也不希望由於太過分的重分配 導致了什麼 整個pi怎樣 shrink太多 所以是在走鋼索上面求得平衡 那比如說我們以這個稅負占GDP的百分比作為例子 有一些非常強烈的福利國家可能可以到四十五十 那台灣可能就百分之十幾這樣 好 那就我個人的看法 百分之十幾或許是有一點太低了 但是要高到百分之四五十 你就想想你自己說你的分數八十分以上 每十分要有五分送給人家 會對你的努力讀這門課的程度有多少影響 你就想想這一點 我覺得大家心裡大概都會有一個底 好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所謂的機會成本 那什麼是機會成本呢 就是你買一個東西 或是你做一件事情的機會成本 就是你所放棄的所有東西裡面 對你來說最有價值的那一個 所以在做決策的時候 你always是在衡量你做A決策 選A的時候你的機會成本是什麼 選B的時候你的機會成本是什麼 那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這個成本的概念 也是影響decision making的一個重要的這個reason 所以比如說如果你今天決定 這一年你要來念台大 你是台大的第一年的新生 那這個時候你來念這一年呢 你的機會成本你放棄了什麼 不僅僅是你的tuition 不僅僅是你的學費 還有買這門教科書的1050 還有要交什麼戲學會費啊 什麼社團費啊 不是喔 還有什麼 你這一年如果你不來 如果不來上學 你去7-11打工一個小時109塊 那你這一年可以賺多少錢 那這個叫做所謂的forgone earning 或forgone wages 那這個也是要算進來的 那你去看電影的時候 你的成本也不是只有你 買那一張票的所必須付出的價格 也包含什麼 也包含你花在這一個 這個這三個小時花在這戲院裡面 這三個小時你可以做的 其他所有的事情對你來講最有 好處的那一個對不對 好 那你來老師的課三個小時 那你的機會成本是什麼 再加稅三個小時嗎 如果這樣其實就也還滿悲哀的 不是 好 所以這三個小時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最後如果你選擇了來 那就代表這是你最好的選擇 那你的成本就是你沒得選 你沒有選的那幾個裡面 對你來講第二好的嗎 那個就是你的什麼 機會成本 這樣沒有問題 好 可能是睡覺 可能是上洛老師的課 也可能是去參加社團等等 那這第一個例子 這個野田妹大學畢業 他這個是之前的這個助教出的題目了 他基本上因為他是一個日據控 所以他的題目都跟日據有關係 然後他就說這個他如果決定出國 他必須要負擔學費這個三萬塊一年 那時數多出一萬塊 那你要記得是多出喔 你如果從台南到台北來工作的 來念書的話那個 你在台南也得住宿也得吃飯嘛 在台北也得住宿也得吃飯嘛 所以你的成本是什麼 台北多貴了多少嘛 吃飯多貴了多少 住宿多貴了多少對不對 好 所以時數多出一萬 開銷多出兩萬 可是四年後可以有十萬塊的收入 如果不出國 他可以當幼稚園音樂老師 一年收入兩萬 也可以從事音樂表演 一年收入五萬 請問他出國念音樂學院 一年的機會成本是多少 當然是他得要花的所有的東西 所有的費用 加上他的什麼 Forgung Wage 那Forgung Wage是哪一個 他可以同時又 同時音樂表演又當幼稚園音樂老師嗎 如果可以 白天當幼稚園音樂老師 晚上去人家婚禮拉琴 如果可以跟不行那就不一樣 對不對 假設不行 那就是幾萬 五萬 所以他們不浪浪加起來總共是多少 十二萬 十萬兩千對不對 好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題目 第二個例子就比較有趣啦 這個是Robert Frank跟Ben Bernanke Bernanke就是美國聯組會的主席嘛 那他們 他們兩個寫一本經緣教科書啦 經緣教科書裡面提到這樣一個問題 他說 You want a free ticket to see an Eric Clapton concert 吉他之神 有嗎 有聽過這個嗎 沒有 我想也是 然後which has no resale value 所以你不能夠把它再賣掉 所以沒有 沒有 read 不能夠賣掉它 比如說賺到一百塊 這樣不行 所以你就是 只能去或不去 那Bob Dylan 這也是另外一個 這個 他是 Rock and Roll 還是什麼 I have no idea 我的年紀沒有這麼大 好 那他也有另外一個concent 好 然後呢 他是你的所有放 那個時間 你那個時間如果不去 Eric Clapton的話 對其他來講 最好的就是 只有去這個 Bob Dylan這個音樂會 他會讓事情變得比較單純 他就說那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去 好 那這個Bob Dylan的成本是40塊 好 那on any given day you would be willing to pay up to 50 dollars to see Dylan 就是說 你願意最多花50塊去看Bob Dylan 好 給你這些資訊之後呢 他問你 如果你去看了 Eric Clapton的音樂會 那你的機會成本是多少 那有趣的地方在這裡 他有四個答案嘛 0、10、40、50這樣 好 那你自己心裡想一想 是0、10還是40、50 你願意付50塊 但是這個Bob Dylan的票是40塊 0、10、40 你心裡都有一個答案啦 好 OK 然後 這兩個叫更扯的是呢 他們就跑去AEA 就是美國經濟學會 每年都有年會 好 然後他們去找那些 找工作的ecom PhD student 去問 結果問的結果呢 是說50塊的是27.6% 40塊的是25.6% 0元的是25.1% 那所以10塊的就是百分之十幾 還多少對不對 好 可是很不幸的 結果是10 所以這些要找工作的經濟學 PhD 被人家問到大一經元的題目 幾乎都答錯了 那為什麼 因為當你去看Eric Captain的時候 你放棄的是 Bob Dylan可以給你帶來的好處嘛 對不對 那你最多願意付50塊 可是當你去看的時候 你要怎樣 付出40塊的票價不是嗎 所以這個動作讓你怎樣 賺到10塊錢 所以那就是你放棄 OK 好 這邊有一些其他的解釋 各位可以自己看一下 好 那這張照片是這個 你們以後大概看不到的 這個是社科院的院貓 他睡這個午覺的機會成本是什麼 其實滿低的 因為他其實都是 反正就是在校園一直的閒掛 然後也沒有老鼠讓他抓這樣子 所以對他來講 他當然也是有 他當然也是要 得要考慮他這個時間的 所有的這個時間成本 所有的這個時間可以用來做什麼事情 然後去看他的機會成本 那第三個 principle number three rational people think at the margin 理性的人會在邊際上面 他做決策的時候 他是在邊際上面做決策 這是什麼意思呢 那我們先來解釋什麼叫理性 那理性其實指的是啊 經濟學家指的理性是沒有那麼 就是說當我告訴你 這個人很理性的時候 你心裡面想的是什麼 你心裡面會有什麼image冒出來 應該就是說這個人怎樣 非常冷靜 冷酷 無情 功於計算 什麼這個哪一步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這個應該要從你這裡收多少錢 然後接著下來要怎麼樣都算得清清楚楚這樣 六親不認這樣子 好 所以這是第一個 當我們講一個人是理性的時候 我們好像是在講 大家一般人的基本的想法會是說 他就是這樣功於計算的 可是對經濟學來講 我們談一個人是理性的 其實沒有要求的那麼嚴格啦 好 我們只要去想 只是要去想說 要去講說 如果他可以基本上是有系統的 而且有目標的去 為了要達成他的目標 然後去 do the best he or she can do 朝這個方向去走 那他就是一個理性的人 那是不是一定得要百分之百都這樣子 這個是一個問號 好 那待會我們會提到就是說 我們怎麼去看這個 是不是百分之百這件事情 但是至少在這裡理性的定義 是說你有一個目標 那你自己去判斷說 我如果要達到這個目標 我要做哪些事情 我要做哪些事情 我的成本是什麼 我要算你算你覺得 嗯 好像應該這樣做 我就去做 如果你的決策模式是這樣子的 而不是說發生什麼事情說 先來掛個揹看看 這其實也是另外一種理性的模式啦 OK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就會說 你是一個理性的人 那接著你就要開始想說 那我要做什麼決定 我要如何來做決定 我的決定要做到什麼樣的地步 好 那對經濟學家來講 很多決策基本上不是all or nothing 不是只有0跟1可以選 你今天來上經緣課 你不是只有說我今天要來上 或不來上這兩個選擇 這0跟1之間其實有非常大的 可討論的灰色地帶嘛 你可以只上兩節 可以只上一節 你可以三節都來上 可是都在上fb 你可以這一個 三節都來上有兩節認真上 一節在睡覺 都可以 所以你的決策 很多人的決策 很多時候的決策 都不是0或1 而是什麼 在0跟1之間都有一些可能 就是說你是要做到0.1 還是0.2還是0.3 當你一旦接受了這樣子的前提的時候呢 那麼你要怎麼樣才能夠做到最好的決策 才能夠很理性地去做決策 那麼這個時候我們就說 你在決定你到底要做什麼的時候 你是做一個所謂的marginal change的一個thinking 編輯改變 所以這個好像是在講說你心裡面在想這個決策過程的時候 你是怎麼想 你是覺得說我今天去上這三個小時 我是要上一個小時就好呢 還是兩個小時還是三個小時 那你是上一個小時之後 你覺得一個小時好像不太夠 那我上一個半小時好 上三個小時太累 所以你就在這邊調來調去 多上0.1個小時怎麼樣 再多上0.1個小時怎麼樣 那最後透過這個邊際改變這個思考模式呢 你到最後決定了好 我今天就是上2.7個小時 所以我要坐在教室的最後面 所以要跑出去比較容易 所以你在做很多人在做決策的時候 其實不是一個0或1的決策 這中間有很 就我剛剛講的中間有0到1 有一個很大的空間可以讓你去思考 OK 好 所以當你在做決策的時候 你基本上是用marginal的角度來想這件事情 那一旦講到marginal 一旦講到marginal 它就是什麼 它就是數學上面的一個非常重要的 基本概念叫做什麼 微分 d y over d x 你如果學過微分就知道d x d y over d x是什麼 x變動一點點的時候 y會變動多少嗎 好 那你一個理性的人 你就想說我這個 如果x是我今天要留在教室多留一分鐘 那我就多留一分鐘嘛 多留一分鐘我的目標 我的y 我的學校的成績的分數 會多增加多少 那就開始去算 算到最後你就決定說好 那我就多留到這個d 發現這個d 70分鐘到d 71分鐘的時候 然後這樣已經OK了 那你就停在那裡 所以 使用數學的方法來處理 這樣子的marginal change 就會是一個非常自然而且直覺的做法 如果 那這代表說 當你在做所謂的marginal change的時候 也就是說我多做一步 我多走一步 我現在往前多走一步 我得到的好處是多少 我想要付出的成本是多少 如果我往前多走一步 我所得到的好處大於我所要付出的成本 那你要不要往前多走一步 要嘛 因為多走一步給你帶來好處嘛 對不對 但是今天如果萬一你往前多走一步 成本很大 可是收益卻很小 那你就不要往前多走一步嘛 所以到最後你會停在哪裡 你會停在你站在這一個點上面 你的收益 等於你的成本的時候 這個時候才就是一個最佳的狀態 因為你再往前多走一步就 收益會變小成本會變大 然後那個收益減成本就是負的 這有這樣一個數學性質 這我們再接著下來會再提到的 所以marginal change值的概念是這個 比如說如果你要決定 你是不是要來這一年 是不是要留在學校 那你就要問說我多 這一年多留在學校 我有什麼好處什麼壞處啊 那成本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剛剛算的嘛 你付的 你付的這些所有的這一個學費啊 或什麼forgone earning啊 這些全部都算進去 OK 那收益是什麼 收益是你希望你多念這一年 你的人生未來 如果你工作到65歲的話 然後你22歲畢業 22歲到65歲 你比起你只有高中畢業 多增加的那個所得 有沒有辦法足以cover 你現在所付出的成本嘛 因為那一段才是你的收益嘛 是不是 如果你今天大學念了四年 然後你可以多增加的收益 幾乎等於0 只從20k變成21k 那你可能就會覺得 這樣好像不太好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念完了大學 你可以從20k變成30k 好 那你多花這四年 雖然這四年你沒有辦法 每個月賺18k的薪水 但是如果你expand 你可以工作到65歲 那個多賺的應該是夠的啦 那這邊有一些什麼 還要把利率拉進來計算的方式 這我們後面會再講 但是基本上的概念是這樣 所以你要不要再多留一年在學校 其實就是depends on 你的成本是什麼 你的收益是什麼 所以這邊其實引出一個非常有趣的政策問題 什麼政策問題呢 就是如果你大學連考只考了18分 然後你5分之1加3分之1等於8分之2 那你應不應該上大學 你應不應該上大學 不應該 為什麼 一般人可能會覺得說大學怎麼可能 就這種什麼都不懂的人怎麼可能進大學 大學是多什麼高升之式的殿堂這樣 然後大家都這樣子 就是每個人都很有想法 然後相互做蘇格拉底式的debat 是不是 所以很多人 很多人的想法都是這樣子嘛 很多人的想法都是說 程度這麼差怎麼去的 那這些人這樣跟我說的時候 我大概我的反應都是 對對對你說的對 然後大學就是程度太差怎麼能進大學 那接著下來我就會問 那你覺得那個線要劃在哪裡 什麼叫程度差 什麼叫程度好 誰來決定 有一個人跟我講啦 他說很簡單 就是比我的小孩程度要差的 都不可以上大學 畫在那邊 因為這樣就可以限制大學生的數目 那大學生的這個薪水就會提高 這是背後一個經濟的問題對不對 好 所以線要畫在哪裡 那今天我如果說 不是台大的就沒有這個問題 不可以上大學 台灣其實只有一間大學就夠 就是台大這樣 那你要怎麼反駁我 你會說 太扯了吧 應該沒有到這麼嚴格吧對不對 好 那18分太鬆 那要切在哪裡 好 那個18分的人 他願意花四年 他爸爸願意花四年 負四年的學費讓他上大學 然後他上了大學之後呢 他知道五分之一加三分之一怎麼算 他也知道一些簡單的 什麼這個電路啊 什麼要怎麼接的 所以讓他從根本找不到工作 變成可以找到一個月22K的工作 然後他一年付四萬塊的學費 你覺得這樣滑不滑得來 好像滑得來 對他來說好像滑得來 那我知道對他的爸爸媽媽一定滑得來 因為至少不用每天躲 挖在家裡打LOL 去學校吧 是不是 所以幾分才能夠上大學 誰決定 就這個人自己看著他的成本 跟他的benefit 然後去做決定 那對整個社會好不好 你希望這個社會有三分之一的人 連五分之一加三分之一都不知道 還是他花個這個一年花個四萬 四點之後他知道 你覺得對這個社會來講 哪一個狀態是比較好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都是就是覺得就是說 哎呀你這個人很糟 你這種人很糟 你根本不應該怎樣 根本不應該怎樣 但是我們忘記的是 如果成本是他在付 收益也是他在享受 那也沒有影響到別人 那看起來搞不好對整個社會的生產力 是有幫助的 那我們憑什麼去跟人家說三分之一 他們倒是干涉他國內政 我們憑什麼做這些事情 可是這些人講話的時候真的很有道德感 不是嗎 看起來就好正義零 我說全人發抖 好 所以這個是這個例子 那對一個廠商來講也是一樣 他要問說我要多生產多少東西拿出來賣 那其實也是在問說 當我多賣多拿一個單位的 我今天譬如說很多老店都是限量供應對不對 今天只做三百個 賣完就不賣了 那他為什麼不做三百零一個 為什麼不做四百個 一定是因為什麼 當他做四百個的時候 第一他成本會增加嘛 第二他的這個收入 每一個單位的單價 可能會因為他東西丟太多到市場上 所以那個單價就下降了 所以你就要去算說 我多做一個出來的好處是什麼 壞處是什麼 但是你會多收到 你多做那一個所賺到的錢 所以到最後你就會停在某一個地方說 今天的限量是三百個 那這個我們在後面也會 所以當我們知道需求曲線 知道供給曲線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怎麼算了 所以bottom line的話是 marginal change are small incremental adjustment to an existing point of action 你現在已經有一個existing plan 就是說你今天到底要生產幾百個這個產品 然後你再做一個邊際的調整 多做一件事會怎樣 少做一件事會怎樣 從這裡來看來比較你的成本跟效益 那課本以前有一個例子 就是說有什麼有兩個人一起在山裡面走 然後就碰到一隻熊要來吃他們這樣 然後兩個人就準備快跑 其中有一個人就蹲下來 把他的這個球鞋拿出來穿上這樣 然後另外一個人就說 你穿球鞋也跑不贏熊啊 然後那個人就說什麼 我跑贏你就好了嘛 我幹嘛跑英雄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對這個穿鞋子這個人來講 他就是在做一個什麼 marginal change 他多做一步會有什麼後果 發現好處比壞處還大 他就去做了 好 那所以人們基本上就是 make decisions by comparing cost and benefiting in margin 那這個概念非常重要 然後再來的話 我可能得要多花點時間來討論什麼 叫做理性 好吧 那這樣看來我們下個禮拜一 可能還需要一堂課的時間 才能把這個東西講完 然後接著我們就上維積分 好 那上個禮拜我們講到這個 所謂的Main Q整理的經濟學十大法則 然後第三個 rational people think at the margin 那我們現在說什麼呢 說之前我們已經把什麼叫 think at the margin 把它討論過了對不對 就是你在考慮一個做法的時候 你事實上是在 你在考慮你怎麼樣做對你最好的時候 很多時候你事實上是在 已知的條件 已知的環境之下去做一個所謂的 deviation 就是你去改變 但是不要做太大幅度的改變 那看這個方向怎麼樣 那如果這個沒有 幅度的改變不是 改變的幅度不是太大 然後這一個所得到的這個 pay off 看起來也不錯 那這個就給你一點信心說 那我是不是要再做一點改變了 好 那你到底要改變到什麼程度 其實就是 depends on什麼 你的目標函數是什麼 好 那我剛剛在 那這個東西如果搭配這一個微分 那個divine over dx一起服用的話 那就效果就加倍 好那我剛剛舉了一個例子 好那這個例子其實是來自 其實不是來自學生啦 是來自我的小孩這樣 然後他在唸國中的時候呢 我就跟他說 你如果在班上前十名的話 我就不管你了 我就什麼都不管你這樣子 然後他就很高興 然後他就說好 聽到什麼都不管他就很高興 然後他就每天就是 可是小孩其實很難自治嘛 我想各位應該都很清楚這樣 然後他就每天這樣子在那邊鬼混這樣 那有一次不知整地他就覺得他這一次可能會很慘 所以他就每天都很用功讀書 然後 好 然後他就 大概有兩個禮拜他就每天就可能都讀了 讀兩個小時的書這樣 他就覺得好累喔 然後結果就那一次月考就 他就考到他們班上第三名 然後他就回來跟我講 他第三名 我就說他很好啊 他就說哪有什麼好 他虧大了這樣子 我就說為什麼 他說你不是說只要前十名就好嗎 那我這麼用功讀了兩個小時 結果就害我變成第三名這樣 結果在下一個月考的期間 他又可能三天打雨兩天曬網 然後就那次考試就第九名 然後他就覺得 就是這個就是經濟學裡面的 所謂的marginal decision 跟所謂的optimization 你要最適化你的行為嘛 那你最適化是來自於 你投入的時間跟你的成績之間的關係 以及最後你的目標你是定在哪裡 所以對於一個小孩 我想這故事其實對一個小孩來講 他是一個非常自然的選擇 他才不管什麼 你以後就可以好好的讀書 你以後就可以上台大 上台大搞不好什麼這個 娶到誰誰誰的女兒什麼之類的 他才不管這些他只管怎樣 現在可不可以好好玩 跟不要被爸爸媽媽修儀就好 所以他的目標函數其實很清楚 然後他很理性的定義他的目標函數 然後找到那個 那個y等於f of x那個function 的這個值是 的那個係數是多少 然後去carry on他的mission 這個就是一個所謂的 rational people的概念 一個理性的人的概念 所以一個人理性其實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說他可以 systematically and purposefully does the best she can to achieve her objectives 所以他是depends on你對於現狀的理解 以及你的目標函數到底是什麼 ok好那這一句話裡面其實有好幾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直覺上最重要的 的單字其實是margin 那我們剛剛已經已經討論過了嘛 我已經解釋過了 那最常被誤解的字就是rational 為什麼 你如果去跟沒有學過經濟學的人講說 經濟學有這個預測能力喔 我們怎麼樣怎麼樣可以解釋現實世界的現象 然後他明明會說什麼 你們都亂講 我聽說你們就假設人是理性 可是你看這個社會這麼多不理性的人 對不對 所以你這個假設錯了嘛 那你這個假設錯後面就都不要講了嘛 他們就會這樣子說 但是這些人事實上他們會這樣說的原因是 他們不了解我們對理性的定義是什麼 以及我們怎麼樣去從理性這個idea去 去推出我們想要推出的結果 這個上一次我也講過嘛對不對 這個也是 那我上一次這個第三點我就是 留這個最後這個remark 那是大概跟各位稍微討論一下啦 所以第一個是人們真的是理性的嗎 那這當然depends on我們對理性的定義是什麼 那通常經濟學家有一些argument啦 第一個就是說 好啦那其實當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理性的嘛 這個社會瘋子不少嘛 你去參加社團你也會覺得 為什麼社團總是就有這兩三個人就是怎樣 硬要把大家搞死嘛 感覺很不理性那樣 好 所以不是百分之百的人 都是像我們想像的這麼理性 這是有可能 應該不是說 就是說這是一個事實 然後你自己是不是在所有的時間都是理性的呢 可能也不是 比如說回家這個爸爸媽媽說 你怎麼這個期中考要到了還不讀書這樣 那你如果是理性的 你就是要跟他講說我會去讀我 趕快就假裝一下然後就躲進房間 然後就開始上FB了 那媽媽爸爸媽媽也很理性的 就說服自己說他在房間裡面讀書就不要來操你 大家相安無私這樣最好對不對 可是你有時候你也 你知道那時候很煩你也會怎樣 生氣發飆 然後你就跟他說你不要管我 我已經念台大了我已經18歲了 然後媽媽爸爸媽媽就生氣好 然後就兩個人就吵起來 那吵完之後兩個人就開始後悔說 為什麼要這樣子這個搞壞親子關係呢 那外人來看就覺得這好像不太理性 所以不是每一個人都是理性 那也不是每一個人在 給定任何一個人也不是在所有的時刻他都是理性 不過這個沒有關係 只要大部分的人在大部分的時候都還算理性 那麼這個假設所推導出來的結果 雖然會有一些誤差 但是雖不中亦不原理 不會讓你偏離太遠 那你還可以回頭來想說 如果你不是用這樣子的想法去推論 人類可能的行為 那你還有什麼其他的方法 你還有什麼其他的方法 抓一隻烏龜來燒一燒 看他的殼的裂縫長什麼樣子 或是拿個銅板丟一丟正面反面 那那個就是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機率嘛 對不對 或是拿著什麼草 他愛我 他不愛我 他愛我 他不愛我 50% probability 那如果你用一個就是 incentive think at the margin rational這些概念去推論 然後你發現說他可能是愛我的 75% 那就總比50%要來的好了嘛 對不對 所以第一件事情是 你不需要完完全全的 所有人在所有的時候都是理性 只要大部分的人在大部分的時候是理性的 那這個推論出來的結果 就有一定的預測能力 那只要這個一定的預測能力 比起你其他的預測方式 還要好的話 那他的成本也不是很高的 那你adapt這一個思考的模式 對你來講就是一個理性的推導出來的結果 對不對 好 所以這是第一個 好 那第二個 這個 更重要的一點 這是非常現實 非常殘酷啦 但是我也要告訴各位說 好啦 對啦 有不理性的人啦 可是不理性的人到最後就會怎樣 被市場淘汰嘛 那如果我們要問的問題是 比如說今天股票市場是會漲還是跌 或者是說今天這個市場的某一種產品的價格是高還是低 這個面板的價格是多少 我們在問這些市場經濟活動的問題的時候 其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 對這個市場都有同樣的影響力 對不對 好 那誰會有比較大的影響力 那個所得比較高或者是佔據比較好的位置的那個人 好 那這些人通常都是會透過理性思考 去把事情的前因後果想清楚 然後去想說我要站在哪一個position才會對我比較好 那你如果是一個很irational的人 講到什麼就生氣 然後就亂搞一通 那你很容易就被fire 那你很容易就被騙錢 然後到最後你對市場就沒有影響力 即便你真的在這個社會裡面 其實你對於我們所想要predict the outcome的影響力 幾乎就等於0 那把這個例子 把這個概念詮釋的最好的其實是 是一個日本漫畫 那後來改編成電視劇就叫東大特訓班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 那他就是一個流氓律師帶著一群這個什麼 PR25的學生 然後就這樣最後讓他們有好幾個考上東大這樣 那這個其實是 我覺得那個機率是很低啦 但是反正就是勵志嘛 對不對 好 那他在這一本 他在這個電視劇或者是在那個原著裡面 他事實上有這麼一段話 他說什麼呢 他在第一集裡面漫畫就這樣說啦 他說所謂的書就是被騙的意思 那你們這樣下去一輩子都會被騙 那反正社會有規則嘛 可是這個規則是什麼 就是聰明人為了方便他們自己訂出來的這樣 對他們不義的部分 他們就把它巧妙的隱藏起來 那從你的這個薪資 從你的保險 那從你這一個去買什麼東西 然後他給你各種不同的這個保固 或者是他給你幾件打幾折 那這些其實 這些制度其實他背後 都有一定程度 都有一些道理在 那你如果不理解這些道理 你就很容易就被騙 你被騙 你不好好的調查現狀 你就會被剝削了 那到最後你就是 就我剛剛講就是說 你irrational那你最後就是會被市場淘汰 因為你手上所有的資源 就不足以在這個市場的運行當中 去這個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ok 所以這個是這個漫畫作者他說的話 好 所以 irrational people will be wiped out by the market 那待會我們會就這一點 再做一個小小的詮釋 你大概就知道我剛剛說的話是什麼意思 那第三個是說 有一些動作乍看之下是非理性 可是真的是嗎 你就要仔細想一想 這個人為什麼會做這些事 為什麼會做這個事 那比如說如果有 你們如果有家人有這個還算小的小孩 那通常都會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帶到大賣場 或帶到百貨公司的時候 小朋友會說我要買那個東西 然後你不想給他買 小孩就會怎樣 躺在地上說這不是肯德基對不對 就在躺在地上一直哭對不對 然後後來我一個朋友就跟我說 他見過有另外一個人的做法是 那個爸爸就也一起跟他躺在玩具部門口哭這樣 我不要買給你 我不要買給你這樣 然後小孩就傻眼嘛 這個爸爸有沒有理性 超理性嘛 為什麼 因為第一 他這個大絕下去 小孩以後就不會再吵 對不對 那他躺在那裡 他的成本是什麼 蛤 他的成本是什麼 丟臉嘛對不對 好 那我只要下次不要再 不要到那個百貨公司就好啦 不要再到那個spot就好啦 或者是說 今天如果是我要躺 我可能還會比較小心 因為 我到現在已經教過一千五百個學生的 對不對 所以在同一個時間點以後 我教過的學生 跟我經過同一個地方的機率 事實上不算太低啦 所以對我來講成本可能是高的 你們只要有一個人看到 然後iPhone拿出來 po到FB 那我就死了嘛 所以我不會做這種事情 OK 但是如果是那一個 他的公共性其實對他來講不是那麼 他沒有所謂的這個 這個公共價值的時候的人 他就會做這種事 好 理不理性 當然理性啊 好 那以前 傳統上我們講 所謂傳統中國女人 有一招 有三招叫做一哭二鬧三上吊 那這個理不理性 還是他是一個小招 好 如果你看過那個什麼 很早以前的張藝謀的電影 什麼大紅燈籠高高掛 有沒有 他不是取了什麼ABCD四個儀態嗎 沒有A是大老婆 ABCD是這個妾這樣子 好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資源分配的制度之下 這四個女人無可避免的 他的誘因結構就是什麼 因為他的資源就只能從誰來 從他的老公來嘛 所以他就只能在這個System裡面去找尋 他最好的收集資源的方式嘛 好 那在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傳統的狀況之下 經常發生的事情就是什麼 就是年紀越來越大的這個小妾們 要不就得要靠生個兒子 不然等他年華越來越老去之後 他能夠拿到的資源就會越來越少 對不對 那他要怎麼辦 他就要去跟他的老公攤牌嘛 要怎麼攤牌 就是要讓你覺得說 如果你沒有好好的照顧好我的需求的話 那我也不會讓你好過嘛 那我一哭二鬧三上吊的後果是什麼 林裡都知道嘛 好你這個林源外是地方上有頭有眼的大人物對不對 連自己家裡都管不好 怎麼樣能夠修身其家 治果平天下 能夠這個去跟憲太爺吃飯打麻將幹嘛 不行 所以這一些動作 這一些動作乍看之下是不理性的 可是背後在給定這一個人的目標函數 以及他可以選擇的各種的手段裡面 這可能是對他來講是最好的一個方法 所以當有一個人做一個動作的時候 你第一步一定要先想的是 他的誘因結構是什麼 那這個動作會導致什麼後果 那他還另外有什麼其他的選擇 你把這些全部都想過一遍 你大概就知道 你把這邊都想過一遍 所以你大概就知道說什麼是理性了 那另外也有一些 也有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從賽局理論裡面推出來 就是說 班 你以前班上都會有 或者是社團 或是你認識的朋友 一定會有一兩個那種很怪的 就是常常就是說 他要什麼他就是要這樣 然後你如果跟他說這樣不好 他就會跟你拚命這樣 OK 那時間一久大家都知道 那個同學怪怪的人 那最後班上的均衡會是什麼 就是說他如果不要太過分 那大家就怎樣 就讓著他一點嘛 對不對 好 那這個均衡就代表什麼 就是代表這個人跟其他班上 其他所有的班上同學比較起來 他是得到比較多東西的 因為所有人都讓他一點 他就收集到很多嘛 是不是 所以賽局裡面其實有一個 非常有名的叫做 小紅帽大野狼的賽局 那小紅帽大野狼的賽局是什麼 就是說大野狼的目標是什麼 小紅帽對不對 那小紅帽Ether 小紅帽的策略是什麼 Ether他不反抗這樣子 因為這個好像教育部的這個影片有說 還是保住自己的性命優先人 不要激怒壞人 那他也可以怎樣 反抗 那他反抗就是說我是 他反抗其實乍看之下是不理性 因為反抗很可能會讓自己怎樣 就更危險 可是當你已經create一個public information 就是說我小紅帽就是一個瘋子 所以任何大野狼想來對我怎樣的時候 我都會怎樣 瘋狂抵抗 那麼這個時候大野狼可能就會想一想就說 這個看起來如果他90%的機率會瘋狂抵抗的話 那我還是去找一個理性的小紅帽好了 因為為什麼說這個瘋狂抵抗是不理性 因為這瘋狂抵抗會兩敗俱傷 他對小紅帽來講可能他的這個成本 比起他就是說不要抵抗更大 但是by declaring she is a crazy red riding hood she prevents the big wolf from attacking her 那結果是他想要的 所以你說你自己是瘋子 其實到最後得利的是你自己 因為大家都不敢碰你 那這是不是一個理性的做法 應該是吧 不過要做這些事之前你其實是得要發一兩次標 讓人家相信你是不理性的 所以你在高一的時候發一兩次標 你到高三就都OK 可是如果說又重新分組了 你又要重新來一次這樣 所以這個是game theory裡面告訴你 那我們在這個後面再講game theory的時候 我們會再把這個model 把他再很仔細的講一遍 好那最後一個是怎樣 是說繼續他講的理性 真的有那麼理性嗎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想到理性可能就是會講到什麼 會想到誰 看看 想到他嘛 是不是 Tom Cruise Mission Impossible 看著手錶 3分35秒之後 跟我在這個腹中底下見面 然後他就開始跑 一邊跑還會算 算到哪裡就 2分25秒的時候要跳 這個跳的拋物線是多少這樣子 跳過哪裡 最後3分35秒到那裡 然後拉一個線 這樣一拉上去 就跟腹中一樣高人 全部在4分鐘之間搞定 然後他腦袋轉得很快 都算得很好 這個是我們以為的 所謂的理性的人 好那這個有一個說法 叫做所謂的homo economicus 理性的經濟人 在這個經濟學裡面 有人這樣子用 那不是通常這個字是被 經常被這個非經濟學的人 拿來嘲笑經濟學家對不對 那為什麼會舉出這個字 當然就是因為我們人 本來拉丁文的名字叫什麼 homo sapiens 那就是活生生的人 OK 好 那機器學要講的理性真的是這樣嗎 不是 Baker就曾經 我現在要講的 現在要講的其實是 Garry Baker的argument 那他是1992年的諾貝爾經濟獎得主 那也是我們Chicago目前的這個掌門人這樣 大概是張三豐這個label這樣 好 那他就說什麼呢 他說對經濟學家來講 其實我們認為人是理性的那個要求是很低的 低到讓你無法想像 我們其實只要求你的偏好有transitivity B移性 什麼叫做D移性 A大於B B大於C A就一定要大於C 所以你告訴我蘋果比橘子好 橘子比李子好的話 那我把蘋果跟李子給你比 你一定要告訴我蘋果比李子好 你不會突然又告訴我 沒有沒有沒有李子比蘋果好的 這種人才是真正的 所以從經濟學的理性的定義來說 這種人才是真正的峰子 好 那你們如果接著去上這一個研究所的經濟學課程 那我們個體會從頭把那個偏好推倒一遍的話 你會發現到最後的假設其實就是 就是只有他最重要 有了他大概後面那些東西其實都推得出來 好 那這個東西有那麼不符合現實嗎 就有經濟學家就很白目就真的去做實驗 好 就很簡單嘛 就到處找人去看他去測驗他的偏好 是不是有違反第一性 是不是 最後他們發現 第一 去精神病院做 精神病院有沒有 裡面的人有沒有違反第一性 沒有 沒有 精神病院裡面那個人 那些人 都通過第一性的測試 那你當然可以說 這裡面的人可能都是假裝的這樣 他們可能 好是假裝瘋了然後住到裡面去 然後 小孩子呢 大概大家test這麼多次發現 你只要八歲以上 大概就沒什麼問題 兩三歲 那麼紅色卡車 藍色卡車 黃色卡車 他可能還會搞混 但有可能是他自己不記得 好 所以只需要有這個第一性 只需要有這個第一性 你基本上就可以這一個 把這一個我們個體經濟學 接著要推導出來那些結果推導出來 那Baker在這裡他也舉了一個 有趣的例子 他就說 呼應我們前面這個 irrational people will be wiped out by the market 他就說如果有一個人 如果有一個人他的偏好 違反第一性的話 他會怎麼樣被大家騙走 那很簡單 假設有一個人他的偏好是這樣 Apple orange Plump 可是Plump又大於Apple 那這就違反第一性 對不對 好 那你有一個Plump OK 好 那有一個Plump 這個瘋子有一個理子 然後你要怎麼騙他 你要怎麼騙他 你說你orange比理子好對不對 他說對對對對對 所以就給他一個orange 然後把他理子換過來 他給你100塊 因為orange比理子好嘛 所以他總是要多給你一些錢 才能夠換過來嘛 是不是 好然後接著你再怎樣 用Apple再跟他換個orange 又從他身上拿了100塊對不對 然後接著你再怎樣 再用裡面來拿那個理子 再跟他換個Apple 然後又怎樣 又拿了100塊 所以到最後他就 為什麼我手上還是一個理子 可是你從我身上怎樣 A走300塊 就是一個這麼簡單的地儀性 透過市場的 這東大特性翻剛剛 剛剛quote的那麼多話 結果就是這樣 那只要這件事就夠了 只要這件事 接下來推倒所有的東西都可以 好 好 那最後一個我們可能也要問了 要講清楚的是說 在科學方法裡面 假設其實是協助我們去推 比較有系統的去推導出我們要的結果 那假設其實 假設的好壞其實是 只跟你最後推導出來的 模型推導出來結果的預測能力 才是我們重視的嘛 如果這個假設雖然看起來不是很合理 可是推導出來的預測結果 好像每一次都八九不離十 那我們好像也沒有理由去修改這個假設 除非我們修改這個假設之後 我們確定我們可以不是八九不離十 是九點五、九點八不離十 這個時候我們或許會考慮 重新去修正我們的假設 OK 好 所以假設的在科學方法裡面 假設的目標其實 假設的真偽對錯 不是那麼重要 但是你當然可以說就是 一個比較合理的假設感覺 好像推論出來的結果 會比較八九不離十一些 這是有可能的 但是最重要的判準點 還是在根據這個假設所 推論出來的結果 對於現實世界有沒有一個 合理的預測性 好 那我們剛剛講了就是說理性就是說 這個每一個人就是這個理性的經濟人 就超級厲害 但是 如果你看了不是經濟人 就是 是一個一般的人的話 也是一個homo sapiens的話 那homo sapiens常常是怎樣 易怒 易受騙 易受感情影響 對不對 感覺好像 這樣有辦法做到像 像 Ethan Hawke 這樣好像 真的很不可能嗎 好 那如果是homo sapiens呢 基本上就是 像這兩個人一樣 對不對 好 那我還去wiki查了一下 他就說 easy to get deceived distracted 好 像 我們都是啦 然後呢 有所謂的 bounded rationality 對不對 就是有所謂的受限制的理性 算一算一下 算了一兩下就 就算不下去了對不對 就因為這個套句 洛老師的話就是 我們小小的腦袋裝不下 這麼多的東西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是 所謂的homo sapiens 好 那在wiki裡面他還特別提到 就是說這兩個人是 very playful and childish both are complete idiots and both are troublesome annoyance to those around them 可是很奇怪耶 我們全家都還蠻愛看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 所以 所以我也是homo sapiens 我現在是這個 但是三個小時下課之後我是這個 那如果你開始要問這些問題的話 那就是所謂的行為經濟學 behavior economics 那在這幾年 這行為經濟學其實還蠻紅 還有台灣你大概也會看到一些書 好 比如說一個 前一陣子有一本很有名的書 兩三年前 Nudge 推例 台灣有翻中文版 那他是兩個自駕哥大學的教授寫的 一個是B school的叫Richard Thaler 那這是行為經濟學的大師 就是說如果行為經濟學最後會得諾貝爾獎 那他應該是非常前面 那另外一個叫Kate Sunstein 他是自大法律系的老師 那後來去當Obama的什麼管制委員會的主席這樣 那以前在Chicago的時候我跟他住在同一棟 所以有時候常常會碰到這樣 那他們兩個就和寫了這本推例 那裡面大概就是說一般人其實既然都是 這麼樣子的behavior 這麼樣子的固執 這麼樣子的愚蠢 那如果我們政府或者是父母親 因為利他 因為想要你們這些容易受騙的普羅大眾變得更好 所以我給你們一點小小的推例 然後讓大家事情都變得更好 那這樣不是很好嗎 所以follow這個idea他們就有很多就是說 政策可以怎麼做的 比如說這裡面當然有一些是看起來是成功的啦 比如說在行為經濟學裡面呢 Status Quo 現狀是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是人好像很不喜歡動 現狀就卡住就卡住 不太想要動 所以如果一個社會 如果對一個社會來講 比較好的狀況是有很多人 都去簽器官捐贈的話 那這樣子是不是移植率就會比較高嘛 那這個反正人死了就死了 你還可以疑愛人間 這是一件好事 但是全世界各國其實都被器官捐贈比例太低 所困擾著 那這其實原因很簡 就是行為經濟學跟我們這個 市場學派的經濟學 對這件事情的看法是不太一樣 市場學派我們會覺得說 因為你價格不對嘛 因為如果你只 你如果強迫每一個人捐心肝勝 就是千個名就捐出去 你事實上是在強迫什麼 你的 你賣你的腎臟的市場價格是多少 零嘛 你要免費送給人家嘛 要不要 好 你要免費送給人家 那價格這麼低當然就會 問題就會產生 可是對行為經濟學的人來講 他們會覺得說 你就是沒有給他適當的推利 為什麼呢 因為再來比如說以美國為例的話 世界其他各國其實都一樣 他就會加註在你的駕照上面 說你這個人要不要捐 所以你去申請他駕照的時候 就會有一欄叫你打勾說要不要捐 可是要打勾那一欄的人就很少這樣 那西班牙後來就想到一招 他就說既然status quo這麼重要 那我們給他一點點推例就是說 還是有一個格子 可是那個格子上面寫的是什麼 寫的是說你如果沒有勾 我們就假設你是對 你要勾了才能夠把你從 願意捐贈器官的這一個list抓出來 你如果沒有勾你就是 assume你就是要捐了 那這個結果當然就 最後結果就變成就是說 因為這樣子 所以登記 很多人就沒有勾跳出來嘛 所以在這個系統裡面 登記願意捐器官的人 就比其他國家要多了不少人 所以這個是他們認為是 只要稍微改變一下status quo 做一個小小的推例 那結果就會很不一樣 那對於 那這個對他們來講是對於理性的 理性的idea是一個 他們認為是很大的挑戰 因為如果人是理性的 那應該我到底要不要勾應該是怎樣 我早就想好了嘛 怎麼會只是因為你問我的方式不一樣 怎麼會因為你問我 你是不是愛我 還是你有沒有愛我 跟你是不是不愛我 問了兩個不一樣的問題 結果最後我的回答 會因為你的問題的方式不一樣 我的回答就不一樣 所以這對理性來講是一個 他們認為是一個挑戰 那有一些地方 的確就是rationality的解釋 就會立有未代 好 不過overall overall大概就我們從市場的 比較站在市場這一個角度來看 經濟問題的人來說 大概行為經濟學可能就是 除了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他在某一個時候 某一些時候會有一些影響 可是影響是不是足以大到 在整個市場裡面產生很大的影響 這個還要再觀察 那第二點是說 有一些他們宣稱是行為經濟學的東西 很多時候可能都有一個 非常理性的解釋 比如說這本書 或是Richard Feller一開始 他每次講行為經濟學 他一開始舉的例子 一定都是男生廁所裡面的那個 那個Uria就是那個叫什麼 男生上廁所那個東西 上面都會畫一隻蒼蠅 女生大概不曉得啦 好 有嗎 男生 男同學們有注意到嗎 沒有 好 那最早是在荷蘭的機場 因為荷蘭機場發現說 他們的男廁所就超級髒 就很地上都很濕 然後就這樣子 大家這個上廁 男生上廁所都亂死 就是都亂噴就對了啦 然後就造成很大的困擾 然後後來就有人說 欸 那我們可以這樣 我們可以在這個小便斗上面 畫一隻蒼蠅 看看結果會怎樣 然後結果弄了之後 過了幾個月就發現 哇 廁所怎樣 乾淨許多了 非常好清掃 為什麼 因為大家男生尿尿都尿得很準的 那Feller就說 欸 這個就是推力 你看我們就做一點小小的改變 然後你看就差別這麼大 但是我一看到這一個理論的時候 我一看到這個說法的時候 我第一個反應是 這哪是什麼推力 這根本就是一個理性的行為 為什麼 因為上廁所好好上 對男生來講是一件成本很大的事情 是不是 我如果亂上 反正是機場的上掃 又不是我掃 我沒有任何成本啊 我幹嘛要好好上廁所 但現在我上廁所 多了一個好處是什麼 我可以玩小蜜 小蜜蜂 我可以這個 就是好好的玩一下對不對 那我當然就好好的玩嘛 那結果是什麼 結果就是掃地的地方就比較乾淨 昨天我還還有一個學生Email給我說 老師我這幾天在歐洲玩 然後經過荷蘭機場轉機 然後在機場南廁上廁所 真的看到老師講的蒼蠅 然後就寫在這個 半個地球以外的廁所 想到林老師的經緣 這樣就讓我非常感動 好 所以我們在22章的時候 其實會花很長一個篇幅 來討論行為經濟學 那這後 裡面有很多很有趣的概念 但是我對他的question 應該還是說 那他可以解釋的人類行為的變異 到底佔整個人類行為的百分之幾 這是我要問的 那到目前為止 我認為他並沒有完全說服我 好 那我們Chicago的這個經濟系的系主任 一個叫John List這個人 因為他也做一些這個東西 然後他就說他覺得我們傳統上講的理性經濟學 跟行為經濟學的差別在哪裡 他是用美國來講 那我們現在可以用台灣來講 比如說如果你要從這個高雄或是台南到台北的話 到台大的話 那一般的理性經濟學就可以幫你從高雄到台北車站 然後行為經濟學再把你從台北車站帶到台大來 他認為大概percentage的分配大概是這樣子 OK 好 所以這是理性與否 好 第四個的話是很重要的 就是people respond to incentive 人們會對誘因結構作出反應 好 那什麼是誘因結構 誘因結構的定義 如果查字典的話 那個定義就是說 Something that induces a person to act 人們具以作出反應的東西 哇靠 啊這不是什麼 套套邏輯嗎 其實就沒有解釋到對不對 好 不過大概如果用口語來講的話 大概就是說 你所謂的誘因結構就是你做了某一些動作 這些動作會給你帶來一些成本 但是也同時會給你帶來一些好處 然後你去這樣看一看算一算 用前面那幾個principles算一算之後 發現好在這個誘因結構在這些限制之下 我做某一個動作是最好的 那你就會對我來講是最好 你已經把你幾個可能的動作都比較過了 然後最後決定說這個是最好 你就去做這件事情 那這樣我們就說你是理性人 透過marginal的計算之後 對誘因結構作出了反應 好 那理性的人呢基本上就會在 就我們剛剛講過 會make decisions by comparing cost and benefits 好 比如說如果這個汽油價格提高了 那你可能就會越來你對於這個誘因結構 也就是汽油價格提高 你所做出的反應就是 either 怎樣把你的車從一般汽油改成hybrid 改成中文叫什麼 汽電共生 好 這樣就可以省下一些油錢 或者是你就不開車了 改搭捷運 好 就是你對於這個誘因結構的改變 你的行為也跟著做出一些改變 好 那如果說今天政府對這個 對於香煙克更高的稅 那你就少抽一點煙嘛 好 那或者說政府今天說 你要倒垃圾可以 可是你要付錢 那這樣你的垃圾就怎樣 量就減少很多嘛 所以這些都是 people respond to incentive 的 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那 manq 的課本呢 就非常喜歡用籃球員來 來討論這個問題這樣 然後第三版是用 Kobe Bryant 那不過第四版之後就改用這個 LeBron James 這個 告訴我們籃球也可以一個打四個的人對不對 那這個照片是因為有 有版權的問題 所以最後我們找到這張唯一沒有版權的 是他在萬年爛隊的照片 好 那對於LeBron James來講 他的incentive是什麼 大家其實在討論他 或在之前討論 Kobe 其實他們兩個都碰到一樣的狀況 就是說 他們跟前一代的球星的最大差別是 他們都沒上過大學 Michael Jordan好歹還什麼 North Carolina是不是 雖然你大概也知道說 這些球隊的人到大學去 到底他們課是怎麼上的 比如說我就有聽過就是 有那種球隊他們自己就要修一門課 叫做什麼運動比賽規則還是什麼的 然後就題目還有什麼 說請問一場籃球打幾分鐘對不對 1 12 2 14 3 36 4 48 就是這種非常簡單的題目 然後就讓他們pass 然後前年去年Harvard有發生一個 非常大的這個學生作弊的醜聞 就政府系有一門課 那我去年剛好在那邊 visiting 後來我去問他們就說就是 因為就主要就是一群Harvard的校隊 去修大家都說 這個一定要修一定會過的營養學分 什麼政府什麼東東 然後大家就亂抄一通 那個助教可能不知整理就 突然發現有人抄了 他就把他整個獻出來 所以之前的這個籃球員 事實上都有念過大學 大概大家的理由都是說 你要念大學你才會這個人生才會更圓滿 然後你才會多學到更多東西 不然以後你這個球員生涯有限 那你老了要怎麼辦這樣 大概都是這種理由 可是Kobe跟Debron 他們就不願意直接跳進來 為什麼 你如果是他們 你會不會想去念大學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問說 我念大學 我就要打四年的NCAA對不對 好 那我會因為我打了四年的NCAA 我的職業生涯 就可以從可以打到36歲 便可以打到40歲嗎 不行 我還是36歲我就沒力了對不對 就長江後浪對不對 推前浪 好 那第二個是說 我那四年我打NCAA 一毛錢也拿不到 可是這四年如果我開始打NBA 我可以拿到多少錢 Debron的那個Contra是這樣子 三年43個Million 4300萬美金 你告訴我哪一個腦筋正常的人 會說 我覺得我來念台大念哈佛 對我的人生會有更大的影響 要是我可以我也想去 好 所以這個incentive其實就非常非常清楚 那對於那一些 而且你打NCAA還有可能受傷對不對 或者是說signal跑出來被看破手腳就是 原來你只是在高中很厲害到大學就不行 那乾脆現在趕快簽一簽 是不是 好 那另外還有一個example啦 這是很久以前的 不過我覺得這個 欸這個 是不是可以我們就不要錄了好不好 把他關掉 這個可能有 版權的問題 很久以前也有這個人 他有面臨這個incentive的問題嘛 記不記得 好你們可能年紀太小了 好 我覺得他是有面臨這個愛情跟麵包的抉擇 好 但是當你在做選擇的時候其實大概有兩個層 一個是說 不是 你不能只看說你的選擇 不是說你選這個人家就要選你了 你也要看看你自己可以offer出來的東西 因為這個incentive是雙向的嘛 所以就是所謂的supply跟demand 你作為一個supplier 你除了考量自己的成本之外 你也要問說那個demander到底怎麼想這樣 那當然他到最後他就 這個我看來我覺得應該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好 好 那再來的話是有兩個例子 這裡有一個people respond to incentive的問題 那比如說假設你現在有一台1996年的老車 然後你已經花了1000塊錢修理它 那在last minute的時候你發現你的那個排檔掛 那掛了之後呢 你要不你就可以花600塊把它修好 要不你就可以怎樣 不管它了然後就把這樣拿就 就在這個bluebook上面貼說 或者在craiglist上面貼說 我要這個sale the car as it is 就transmission壞掉那其他還是可以用 那你到底要不要去修 那這當然dependent上什麼 你修跟不修對你多帶來的好處是多少 如果你修了對你多帶來的好處 大於修的那600塊 那你就怎樣 修嘛 好 那如果沒有那你就不修 所以這個是非常基本 非常標準的一個 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問題 就在這兩頁大概都寫得很清楚 那為什麼要從這個 例子開始談起呢 這個例子大概給我們兩件 兩個啟發啦 第一個啟發是 你現在準備要賣車 然後你有一個行為是 你到底要不要修這個transmission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你對一台 你到底要不要修這件事 就是你對這台車子 所做的所謂的marginal change 好 或者是我們這裡把它叫做marginal repair 好就是你多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不要修理 那你多做這件要不要修理的事情 depends on 它給你帶來的好處 跟它給你帶來的成本 哪一個比較多 所以是第一個 這是一個所謂的marginal的概念 好 那如果說 像前面這個例子的前面 其實有兩個scenario 那一個scenario就是 修跟不修的價差比較大 一個是修跟不修的價差怎樣 比較小 好 那這兩個scenario 其實相對應的就是 你在考慮要不要修車這件事情上面 你的誘因結構產生的變化 好 回到剛剛LeBron James那個例子 如果今天他去打MBA 其實他所賺的錢並沒有多太多的話 那他有可能就會覺得 那我還是就是先念四年的大學好了 至少我怎麼樣知道 至少我有修過投資學 我知道以後我怎麼投資錢才會被騙 好 那現在他如果覺得說 我有43個million 那我再怎麼亂投資也頂多 那好歹再剩個3個million 我也是有錢人嘛 所以對他來說那兩個不同的incentive 的scenario的改變 會讓他的行為不一樣 好 那第二個你也要注意到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其實也很重要 這大概是我這個晶圓課 第一個我覺得可以告訴各位的這個人生課題 好 就是剛剛那個故事裡面 剛剛那個例子裡面其實有一個東西叫1000塊 那個1000塊是什麼 是你之前把他upgrade什麼音響啊 或者是把什麼消音器拔掉啊 那個是已經花掉的錢 那1000塊對你決定要不要修這個transmission 有沒有影響 沒有 因為再來從經濟學的 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講 他是叫已經把他叫做所謂的 sunk cost下沉成本 那顧名思義下沉指的就是什麼意思 沉下去了嘛 根本就看不到啦 沒有沒有需要去討論他了 所以sunk cost基本上是irrelevant 那這是一個什麼是sunk cost什麼是下沉成本呢 是一個所謂的previously incurred and irreversible cost 他之前就已經發生了 而且是不可逆轉的 那既然已經不可逆轉 那他就不是你的機會成本其中的一個 好 但是很多人都會被下沉成本cost 好 比如說如果你去casino賭博 或者是你這個戀愛了 然後被甩了 那你去casino賭博 然後輸錢了 這兩件事情接著下來 裡面這兩件事情你要怎麼反應 這兩件事情的相似的程度 其實遠大於相異的程度 很多人去casino去賭場賭博 然後可能輸了什麼20萬 500萬 1000萬對不對 那你問他還要不要繼續賭 他會說什麼 要嘛 是不是 以前的人就是把什麼老婆、孩子、田氣、地氣 全部拿出來賭 那現在就是繼續這個 從提款機裡面再繼續提款 或者是在哪裡存的錢全部拿出來 那你問他為什麼要這樣 他會說什麼 我之前已經輸了那麼多了 我一定要把他全部怎樣 引回來對不對 對不對 就是電視劇不都這樣演嗎 好 那如果你今天談戀愛了 可是很不幸的這個女生最後把你甩 或是這個男生最後把你甩 然後你就非常難過 然後就每天去他家門口站崗 然後每天死纏爛打說你為什麼不回頭 請你回頭求求你 然後就柏亞也來 普通教室也來 然後做同學勸他 哎呀這個天涯何處無芳草對不對 他其實也沒有那麼好 我跟你說怎樣怎樣怎樣 我們一起去唱KTV 一起帶你去夜遊幹嘛 那你會說什麼 不行我還是一定要苦苦哀求他回頭 為什麼 因為我們曾經一起有過這麼多美好的時光 我在他身上投入那麼多 每天騎著腳踏車載他上下學 每天幫他買早餐對不對 我在他身上已經投入這麼多 你現在叫我放手我怎麼可能呢 如果你有朋友發生這種事情 你要怎麼跟他講 你要跟他說 我有上過林老師的課 林老師說這些東西都是下沉成本 因為已經發生了 你送給他的鑽戒 你載他 幫他載個二三十 每天載個二三十趟 這已經回不去了 不能夠把下沉成本算在你現在到底要 你現在繼續決策考量的機會成本裡面 你現在應該要問的是什麼 是 我再繼續賭下去 我贏的機率有多少 輸的機率有多少 這個賭局是不是適合我再繼續賭 那顯然一定不是嘛 修過機率的人都知道最後誰一定贏 莊家嘛 除非你的本金跟莊家的本金一樣大嘛 對賭的 贏的機率是 對賭贏的機率是什麼 是本金的那個share的相對比嘛 好 那你要不要繼續死纏爛打這個女生 你應該要問的是什麼 我現在每天再去他家門口站崗 然後在那邊一哭二鬧山上吊 他回頭的機率有多少 他回頭之後給我帶來的好處有多少 然後你才能夠決定就是說 我到底要不要繼續做這件事情 好 而不是說 以前就是這樣 以前我已經花太多心力在這個人 或這件事身上 所以現在叫我放棄是不可能的事情 這個基本上是 誤把下沉成本當作機會成本 所以要記得喔 好 千萬不要 你如果去 要去跳樓 然後你的理由是這樣 那我可能就轉頭就走了 因為你沒有把課修好 好 所以 第一個就是 let by guns be by guns 就隨風而是啦 我過去了就過去了 好 第二個是呢 對於經濟學 經濟學我們常喜歡說我們自己是 是 我們研究的是所謂的 we study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就是你沒有預料到的後果 那經常每一個人做一些事情 或者是政府實施一些政策 他都會說我實施了A政策之後呢 人們就會做B動作 然後就會有C後果這樣 好 那政府告訴你的這些 通常就是所謂的intended consequences 就是你預期會得到的後果 可是經濟學要研究經濟系統 這麼久 我們有一個共識是說 很多時候幾乎所有的case都是 這個政策一定會有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一定會有你沒有預料到的後果 而且你沒有預料到的後果是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最後所導致的改變 會比你的intended consequences 有可能是要來得怎樣更大 好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這些這個搞政策的人其實 說實在的都應該來修經濟學 因為他這樣他才能夠合理的評估 最後的結果都是就是什麼 好 那我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好了 舉幾個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這個John List 這個他之前在美國環境保護部工作 就EPA的經濟學家 好 那他就處理一個case 就是所謂的 endangered species law 就是保護瀕臨絕種動物法案 好 那這是一個聽起來 利益非常良善的法案嘛 比如說這裡有什麼這個三隻眼睛的 夜視力很好的貓頭鷹 還是什麼奇奇怪怪的鳥 那快要滅絕了 所以我們要保護他 好 那就通過這個法律 那這通過這個法律之後呢 就等於是說如果這個政府部門來看 然後發現你這個 這一種鳥的確是需要保護 那就有權力把這一塊森林全部化成什麼 保護區 然後這個鳥就可以收到保護 然後他們就可以 像後代子孫都可以來欣賞這個鳥 這是這一個法律原來的想要做的事情 好 那John就去看了這個法律 實施之後的影響 他就發現其實不是這樣 為什麼 因為從一開始傳出風聲說 這一塊地要被化作保護區 到最後真的化成保護區 中間大概都有好幾年的落差 那我們一般人會不會知道這塊土地 會不會被化作保護區 不知道 一般人不會曉得 除非你是環保團體 最先知道的一定是誰 這個土 政府跟這塊土地的什麼 所有人嘛 我聽到風聲說 我這塊地要被收走了 那我本來這是我的臨地啊 我本來是在罰木材為生的啊 我聽到他說要把我收走 那我的第一個法 我的incentive是什麼 趕快把樹怎樣 砍關嘛 不然被收走我什麼都沒了啊 是不是 所以他就發現到說 這個法案通過之後 事實上不但沒有讓 瀕臨絕種動物不瀕臨絕種 反而得到了一個完全相反的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所以他就寫了篇文章 叫做 Indangerous species law actually endangered species 好 怎麼辦 所以這是一個 我們課程就是說 接著一路下來 大概會有很多這種例子 那這就讓你去想說就是 政府的政策 他到底能夠有多少效果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那我不是說沒有 只是每一次每一次你很仔細去看 你就會發現他宣稱 比如說政府宣稱 我這個東西做了 會讓整個社會增加一億的產值 然後你就這樣一路想一路想 然後unintensity consequence 一路算到最後五千萬 四千萬 三千萬 到最後是不要變富的就很好了 所以這些其實是一個我們 經濟學家很想要就是 這是我們可以幫助大家做政策 制定的一個地方 好 所以這第一個就是說 incentive其實是works even when at the place that you expect least 就是很多時候有一些人的選擇 你會覺得他為什麼會這樣選 那tensile你用誘因結構的角度來想 就很清楚了 比如說幾年前有一個經濟學 有一個 journal叫JPE Journal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經濟學期刊 那這大概是經濟學裡面最好的期刊 在台灣你只要發一篇 你大概就幾乎可以躺著幹了這樣 就這非常難 那過去四十年台灣可能只上 有上過兩個人還是三個人 非常非常少 那前幾年有一篇文章 他就問了一個有趣的問題 他就說他去研究墨西哥的性工作者 然後就發現這個墨西哥的性工作者 基本上不會要求在交易的時候 要戴保險套而已 但是你問他們 他們都知道 他們都知道什麼 這個所謂的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 事實上是很大的風險 那為什麼他們還是選擇不戴保險套 因為你去仔細分析 他我不知道他如何可以拿到 就真的非常仔細 就是說每一個人 每一次的交易 是以什麼形式進行 收了多少錢 那個資料都有這樣 最後就發現 有帶套跟沒有帶套的價差 非常非常的大 大到足以compensate 這些人去take這個得到STD的risk 那為什麼這些人願意take這個risk 其實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性工作者的市場 其實還有一個很大的機會成本的限制是 對於一個女性來說 你大概只能在當性工作者 跟當進入婚姻市場之間 這是一個什麼 二則一的狀態 那你一旦進入了這個性工作者 你基本上是放棄了你 接著下來可以 你進入婚姻 進入婚姻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你有一個比較長期的 這個資源取得的保障嘛 但是只是沒期的那個資源會比較少 但是你至少可以合理的想說你到六七十歲 都還沒期會有一些資源緊張 那你現在就在問你自己說 你要不要就是放棄掉這一些 然後我說我只做這五年十年 然後給他怎樣 海撈一筆 那能不能夠去compensate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整個incentive的結構就讓對墨西哥這一群 新工作者來說 他們最後均衡的結果就是 他們幾乎都選擇不使用保險套這樣 所以這其實是incentive所弄出來的結果 那另外一個是說 我們在討論這個人的人命的時候 其實也是從這個角度去想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個經驗啦 就是我之前在經濟系當過助教的 然後第一年當助教的時候 就發生一件悲劇就是有一個同學 就在新生南路跟仁安路路口就被車子撞死了 那我跟他還滿好 所以我就都還去這個殯儀館幫忙 然後對方的肇事者的律師有來就是要談補償 那我就聽到他講就是說 他這普通是市價是大概150萬這樣 好 那我們學機器我們第一個反應就是 所以市場有一個價格出來是 你撞死一條人 一個人然後一條人命是150萬 那這是怎麼算出來 那後來那其實經濟學家其實在 從30年前開始就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那我們就會去問說那一個人的人命到底值多少錢 好 那怎麼算呢 我們就用一個所謂的你願意冒多少風 你願意人家給你多少錢 然後你願意去冒一個讓你死亡機率 多一個percent的這個風險 用這一個來回推 用這一個來回推你覺得你的命值多少 好 那比如說如果你今天你的工作是在台 波壓管插玻璃那你可能一個小時200塊嘛對不對 好 那會不會有風險 不太可能啦 除非台大學生打架然後把你推倒這樣 這是不太可能 但如果你是在101插玻璃這個光想腳就軟了嘛對不對 那我以前聽說如果你做這個工作的話 一個小時8000塊 那你當然可以說這個有很多器具要操作啊 所以這個技術比較困難這樣 可是那個8000塊跟200塊的差距 大部分是來自於什麼 所謂的risk premium 就是說要補償你冒這個風險嘛 是不是 好 那再講得比較難聽一點 如果今天就是說叫你去執行一個一定會死掉的任務 然後你說好 可是你要200萬給我的老婆跟兒子 那我們就可以回推說你的命啊 對你自己來說 因為這是你自己提出來的價格嘛 對你自己來說只200萬 好 那當然每一個人的人命 每一個人對自己的人命的這個 這個Evaluation當然是不一樣的嘛 所以你才會有以前不是讀過嗎 什麼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 所以你就願意多花一點 每天出門的時候就是開著防彈車保鏢有五個 多花一點錢來怎樣 降低你自己的死亡機率 可是也有人反向操作喔 比如說過前一陣 這應該已經很久以前了 就是有一陣子好像華航這個 紀錄不太好對不對 就是連續可能摔了兩三架飛機 那摔飛機的隔天 從舊金山到台灣的機票 本來是 如果我沒記錯本來是 比如說五百六百 摔飛機的隔天 馬上變成三百七百 為什麼 因為摔飛機就是給出一個signal 就是說現在好像那個我們Prior 對這兩個航空公司的這個安全的 機率的評估怎樣改變了嘛 那改變一定會有一群人 就是以前覺得說阿華航 就這個航空公司應該可以吧 這樣所以四百塊我會願意 那現在發現說他好像他更危險了 所以我付同樣的價格 我就不願意了我寧可去做別人 但是也有一些人覺得說不會啊 這樣我還是可以接受這樣子 比如說我有一個朋友他就是 隔天他一發現三百他馬上就訂了這樣 那我問他為什麼 他就說差一百塊差很多這樣子 因為他就是窮苦的留學生 他爸爸年紀大他很想要趕快飛回來這樣 所以這個時候這個對他來講就 這個價格對他來講就還是合適 可是對其他人對像我這種很怕死的 我就覺得不太合適 OK 所以你的一條命值多少錢 也是可以從incentive的角度去計算出來 這在環境經濟學裡面 事實上是非常常用的一個手法